大家好,这里是最爱磕CP的定妹 今天我们来磕爱情力学的第四五集 那集说到V知道了女友出轨 为了逃避现实,他去了Mark那里借助了好几天 天天抓着自己的男老婆你浓模浓的 Mark也很享受和V独处的时光 但是事情不是一直逃避就能解决的 V给Mark为他亲手做的早餐时 也有给V打电话问他在哪 V谎称在北哥的房间 Mark一听就吃不下了 他发了一条阴谋动态 V的朋友们打去V和Mark最近都出双入队 很亲密的样子 而且他们一看Mark的动态 就猜到两人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Mark狡辩说那只是看电视剧的感慨 就落晃而逃了 一看了Mark的动态 Mark发了一句 爬木棉树会不会很痛 在泰国有个说法是 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是要下地狱爬带刺的木棉树的 V才后知后觉自己的逃避伤害了Mark Mark在图书馆找复习资料 V就去找他说陪他学习 沙江满满的表示要和对象一起学习 Mark被他弄得心软软的 考前复习这段时间 两人就像同居小情侣那样 一起学习 一起吃饭 一起打游戏 考试前一晚 V还带Mark去拜考生 却被同样来临时抱佛脚的朋友们抓包到 北哥拉着Mark球签 并吃醋的看不下去走开了 阿爸看得出来他喜欢Mark 问他女友的事情解决得怎么样 劝他再继续拖下去的话 对谁都不好 并想着阿爸的话失眠了 Mark以为他是因为考试紧张睡不着 就故意打呼噜逗他 V知道他在装睡 就亲亲他的额头 他向Mark承诺 考完试就和女友分手 希望他能再等等他 Mark很开心 他让V快去快回 自己会等他的 考完试之后 V约了女友去咖啡店 可一直都等不到人 Mark买了食材 打算做饭等V回来一起吃 然后女友在来的路上 和情夫一起出车祸了 V知道后立刻赶去医院 一直看护着他直到晚上 他想起要跟Mark说一声 然后还没来得及说 手机就没电关机了 Mark等了一晚 V都没回来 一个消息也没有 打电话也关机的 Mark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刚好北哥来搭讪 他才知道原来V去照顾 出车祸的女友了 V一夜只照顾女友 直到他出院 女友向他坦白了 他和情夫的事 原来就在V和Mark一夜勤那晚 女友已经和情夫勾搭上了 他说他已经对情夫死心 哭着抱着他挽留他 Mark在隔壁阳台 目睹了全过程 V看着Mark左右为难 Mark看着悠悠寡诞的V 失望的回屋了 之后V和女友在那边换成恋爱 Mark在这边我独自生活 同样的夜晚 有人同床异梦 有人独自痛哭 V起身上个厕所 这时女友的手机里 不断传来情夫的短信 这段时间 情夫一直在找女友 可他都不理他 北哥和朋友去酒吧时碰见Mark 他去跟Mark打个招呼 问他怎么自己一个人喝酒 Mark苦笑着说 是替某个得到幸福的人庆祝 北哥没有说什么 只是让Mark尽兴的庆祝 待会他会送他回去 另一边 情夫直接沙沙门抢女友 V很生气 但他看得出女友的动摇 他让女友跟情夫好好说清楚 最后他选谁都行 说完他就走去阳台 等待最后的审判 在V内心焦灼不安时 转头却看到Mark和北哥在一起 Mark看到他 就把北哥拉回屋 V回头看 女友和情夫抱在一起 这下子两个老婆都没了 他真的绷不住了 另一边 北哥有点饿 动了之前Mark想做给V吃的食材 Mark立刻就很大反应的抢回来 北哥只好尴尬的先行告退 而Mark抱着食材又狠狠一抹住了 女友跟V说 他们先分开一段时间吧 让他想清楚自己喜欢的到底是谁 V答应了 他收拾好行李 离开了同居小窝 一晚很不能理解V 女友出轨了还不分手 还答应对方分开一段时间 再看选谁的操作 可男生们都觉得是要给女友一个机会 或许她会回头呢 一晚很无语 觉得自己跟他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北哥为了安慰V主动说请客 大家在酒吧喝酒时 尼瓦见到Mark和学弟们 就招呼他们一起坐 Mark坐在北哥旁边 北哥就侦查地水各种献殷勤 大家都猛住宫戳和北哥和Mark V在一旁就一直乱自己 Mark担心的看着他 两人在洗手间门口偶遇 还没开口说话 V就冲进厕所大吐特吐 还直接吐晕过去了 第二天V在Mark的床上醒来 Mark把V带回来照顾了一晚 V说了句抱歉就起身想走 Mark拉住了他 他问V不是让自己等他吗 怎么V回来得这么迟 V以为Mark和北哥在一起了 Mark解释说那天只是北哥送他回家 V立刻就痛哭流涕地飞扑抱着Mark Mark说之前他失恋的时候 是V陪着他 现在就换他照顾失恋的V吧 这个学期结束了 大家商量着去拿庆祝 可V却兴奋地丢下朋友们就跑了 另一边Mark也抛下朋友们先走 两人鬼鬼祟祟的在停车场会合 V把Mark带回家 这是V第一次带学弟回家 妈妈超热情地做了一大桌子菜 小少爷Mark吃不惯烟鱼 可是为了V他还是吃了 刚好V的爸爸回来看到Mark 就黑脸走开了 因为V的哥哥以前带过男朋友回来出柜 所以爸爸就不喜欢V带男生回家 Mark表示理解 还让V跟他爸爸解释一下自己不是他的男友 V说如果是男友的话 他就肯定不会放他走了 然而他正要搭Mark回去时 却发现机车轮胎爆了 V满脸春心荡漾地让Mark今晚在他家留宿 可Mark说什么都要走 就算地方偏壁约不到车 他也要走路回去 然而天黑了 乡间小路就多流氓 V追上他 说妈妈已经把床铺都铺好了 让他回去过夜 他说Mark如果怕黑的话 可以牵着他的手 Mark傲娇地牵了V的手 V得了便宜还卖乖 说他是校草的手 谁都想牵 就Mark还在这摆架子 Mark无语地说 别以为是校草他就会喜欢他 V就趁机问他喜欢的类型 Mark让他先说 V就说喜欢学弟 个子小小的 长得白白的 说话又毒蛇的那种学弟 每一条标准都直接对标Mark 让Mark完全不给他面子 做的理想型条件 全是按着V的法面说的 完美善良的暖男类型 V一个都不沾边 可他还是厚脸皮的对号入座 说Mark说的就是他 Mark一整个大无语 晚上V看到女友发了一个医谋动态 就心烦的睡不着 他问Mark当初是怎么忘掉阿爸的 Mark说他没有忘掉阿爸 他只是让自己忘掉喜欢他的感觉 V就让Mark帮他忘掉女友 说着就想亲上去 就被来送枕头的哥哥打断 男人就各自入眠了 半夜Mark起来 发现V不见了 要出去找V 却听到了V和哥哥的对话 哥哥问他和Mark是什么关系 指责他受了伤 就随便拿个人当备胎 算什么男人啊 V却无奈地说 他喜欢Mark 但他和女友还没分干净的话 他也没脸去告白 Mark听到他的真心话很开心 第二天一早还跟V的妈妈学做菜 因为之前郁叔过想吃他做的菜 他就做了一碗面给V 即使味道不是很好 V也每每吃了 他们的考试权都及格了 一群人就打算做点贡品去还原 大家分好煮做菜 北哥当然就拉着Mark两人世界啦 看着两人的亲密互动 大家都磕到飞起 V触到眼睛都着火了 中途发现缺食材 北哥就拉着Mark去买 北哥买了一束花跟Mark告白 问Mark对自己的感觉怎样 可Mark还没回答 V就赶来打岔了 他骗北哥说 他做的蛋挞要糊了 把他织回去 V双眼双鱼的说 他们两座个蛋挞都手把手伸贴伸的 Mark就说兄弟之间这很正常吧 V就阴阳怪气他 哪家的好哥哥会送花给弟弟啊 Mark故意逗他说 反正他单身 收个花也没什么问题吧 嘴得V哑口无言 还原完 V就失落的先走了 路上碰见女某中的女友 V也忍住没有去关心他 最初去找V的Mark看到这一幕 就忍不住暗喜 他去跟北哥说清楚自己有喜欢的人了 就拿着自己特制的蛋挞去哄大猪捅V 虽然蛋挞的味道还是一言难尽 但V还是开心的吃了 V也给Mark买了一枝花 他是放包里被压坏了 可比起北哥那一束花 Mark更喜欢V送的这枝折坏的花 两人交汇的眼神中 传递着心照不宣的爱意 并在新生活动的前一晚去找了Mark 一进门就直接推倒了他 以上就是第四五集的内容啦 接下来的剧情就是V和Mark 在新生活动上开启地下链模式 一整个甜蜜大发散的动作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还有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 这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我们再继续嗑 下期我们再继续点赞订阅 下期我们再继续点赞订阅 我再继续点赞订阅